好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盤導打比賽奇蹟學員 我是阿凱 那今天整體的行情來看呢 你可以發現它是呈現一個往下跳空開地 接著往上做走高 然後再出現一個殺盤的過程 好 那今天這個盤面呢 應該怎麼樣去做判讀 去做判讀 好 我先講判讀這件事情 今天如果你有在我們的TG頻道裡面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阿凱今天有帶會員的動作 還記得昨天 昨天其實阿凱對於整個盤面會往上做一個反彈拉抬 我的方向是看對的 但是因為進場的點位選的不好 所以都被掃到停損 都被掃到停損 那我們昨天做兩筆就停手 做兩筆就停手 那很可惜喔 可是我昨天有跟大家講過這件事情喔 我昨天跟大家講說 嗯 不管我今天的動作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都會拿出來跟大家做分享喔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喔 嗯 檢討 檢討 檢討我們交易的動作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為什麼 這筆部位 要這樣子做 要在這邊做多 或是做放空 那為什麼在這邊用什麼理由來做一個出場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交易者來說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會把它攤開給大家看 嗯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說 欸 我以前在做交易的時候 我就有在做這件事情喔 那 現在來帶會員操作 我還是希望 能夠維持這件事情 我不管別人的做法怎麼樣 別人只會貪好看的給大家看 那我覺得這個是每個人的自由 我當然我也可以只拿漂亮的數據給大家看啦 那只是說 我覺得這樣子 嗯 有失我們 我開這個頻道 那一開始的初衷 所以我寧願 就算做錯 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喔 那 當然做錯昨天也跟會員做一個道歉 那今天呢 我們的狀況又是如何 好 那我們就先一開始的時候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一開始的動作 如果是在幹嘛 好 先給大家看一下喔 來 這個 這個是 不好意思這邊我日期稍微修正一下 好 這個是24號今天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在9點05分的時候 9點05分的時候 9點05分的時候 就是早上現貨開盤沒多久 那我們就朝著多方去打了這筆單子 在16330到16335之間 我們直接打了一筆多單進去喔 那理由是什麼呢 你看9點05分 現貨已經開盤了 大家都知道 我們 對於方向判別的一個依據是什麼 最主要的還是來自於台積電 還是來自於台積電喔 那 早上的時候呢 台積電在幹嘛呢 我們來看一下 來 台積電啊 它今天 一開盤啊 就往下跳空開滴 開在哪邊 627塊錢喔 開在627塊錢 那你可以發現 它跳空開滴之後啊 買盤直接往上做一個推升 直接往上做一個推升喔 那當然 它到尾盤的時候啊 它是往下做一個破滴的動作喔 這已經是在很尾盤的事情喔 不過我們早上 我們就要把握機會喔 早上是 整個市場啊 動能最充足的一個時刻喔 所以 我一開盤的時候 判斷台積電 今天 有買盤做推升 那 我就請會員進場 在16330到16335這個地方呢 去做多 好 那 先給大家看一下台積電的日線 目前是長這個鬼樣子喔 長這個鬼樣子 好 那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我們要一開盤的時候 去做多這筆單子了齁 台積電 開滴後 轉強 那指數拉回不破滴進場 什麼叫指數拉回不破滴呢 這個是一分線圖 一分線圖喔 我幫大家都標出來了喔 我們進場的位置 可以放大概就在這附近喔 好 早盤啊 線外沒開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它長這個樣子 上下 在這邊來回震盪喔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會心裡比較偏向多方 你有沒有發現它往下做拉回的時候啊 它的低點是沒有破的 它的低點是沒有破的喔 它沒有形成更低的價格 接著線或開盤台積電直接往上拉 整理一下之後又再轉強 早上這邊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整理的關鍵區域嗎 其實關鍵區域的概念是什麼 關鍵區域的概念喔 它就是一個 市場在這個區域來回震盪的一個區間 來回震盪一個區間喔 那為什麼它會來回震盪呢 因為在這個區間裡面啊 多方跟空方 他們沒有一致的想法 想做多的人啊 想要推嘛 想做空的人啊 想要壓嘛 那為什麼會這樣來回 就像早盤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來回 因為兩邊的力道不一致 兩邊的力道是均衡的 但是它在均衡的走勢 均衡的力道裡面啊 你可以透過它的足跡啊 去找到一點點的不一樣 什麼叫一點點的不一樣喔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 早盤在這邊做震盪整理對不對 可是它有明顯的出現一個過高的動作 有沒有形成一個破滴的動作出現 並沒有 那裡面透露出什麼 透露出說 在這個區間整理裡面啊 多方它是偏強的 多方它是偏強的 好 那在9點先後開盤之後呢 往上做一個推升 往上來做一個推升 表示什麼 多方勝出嘛 多方勝出 它已經脫離了這個區間了 往下回撤的時候有沒有跌回來 沒有跌回來 沒有跌回來喔 所以我們選擇它在轉強的時候做進場 好我們選擇它在轉強的時候做進場 那後面的結果大家就看到了 好 那這個是我們進場的一個理由 進場的一個理由 那出場呢 該怎麼出場 好 當然短線喔 20點以上 這個是我們固定SOP的動作啦 如果你只是做短線的話 那當然有些人它是會按照我們訊息 它是會做續報的 做續報的喔 那 續報的 該怎麼做 續報的該怎麼做 我們在9點46分的這個時候 我就發這個訊息喔 回到昨天收盤價 短線的目標就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先停手休息 昨天收盤價在哪裡 看一下這個 前收就是昨天的收盤 16434 16434 16434 對沒錯就是這個價 這個就是昨天的收盤價 看一下 收16437 咦 為什麼 資訊會不一樣 好 沒關係 總之在16430以上 16430以上 看一下 我確認一下喔 昨天的收盤 對 16434沒錯 在日線的這邊 顯示是16434 OK 好 今天有沒有到 今天是有到的 今天的高點在哪個地方 16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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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0點46分的時候 發這個訊息喔 到昨天收盤價 目標 我們今天的目標 短線目標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就停手休息 就停手休息 那我就把它算到430 430 所以我們這個區間 總共100點的空間 總共100點的空間 昨天我們停手了兩筆 沒關係 我們今天 我們昨天誠實的面對 我們今天就有機會打的回來 只要有行情 我們就有機會打的回來喔 這個就是我想要傳達給大家的喔 就是說 操作它本來就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 它本來就是會有對有錯 那我們怎麼在這個對錯之間啊 去調整我們的心態 跟我們的做法 這個是對一個交易者來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你如果 你總是把錯的那一個部分啊 隱藏起來 錯的我就眼睛閉上當作沒看到 我就不管啊 那請問 你如何在錯誤之中 去找到改進的方式 在我從開始交易以來喔 其實我在 不管在書本上 或是說在網路上 其實看過很多很傑出的投資人 很多很傑出的投資人喔 他們 之所以傑出 有一個共同點 我發現 就是 他們會去針對他們 做的不好的地方 去做檢討 做的不好的地方去做檢討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如果用心的去 把你的所有交易 整理起來 不管是對的還是錯的喔 你會發現啊 錯的部分啊 常常會是 某一些共同的因素 某一些共同的因素 比如說 有些人喜歡 摸底 有些人喜歡拆頭 啊拆錯了 他又不願意走 就繼續讓他被嘎被殺 所以就形成大賠 所以就形成大賠 那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你把你的交易的明細 拉開來之後 你會發現 這邊我進場就是想要拆底啊 結果拆錯了 我沒有馬上跑 然後就任由市場繼續殺下去 那 你回想一下 你 不管是你摸底或拆頭 一定有對的時候 一定有對的時候 那你對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賺了一大段 那為什麼到最後 整體的績效會是不如預期的 因為你沒有去控制住 錯的時候 把那個風險給降低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必須要去誠實面對我們每一筆交易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給我自己的一個期許 就是我希望 我會把它當成是自己的交易一樣 我會把它當成自己的交易一樣 就是一筆一筆的下來做檢討 一筆一筆的下來做檢討 那對就對 錯就錯 錯了我們就改進 交易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交易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好 那 有些投資朋友可能會想說 阿凱後面還有那麼一大段 那麼一大段 好 那我這邊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後面我比較沒有去動手的原因是為什麼 第一個 第一個 排機店 它還沒有翻破開盤價格 喔 它盤中還沒有翻破開盤價格 所以我是比較朝多方去來思考這個盤面 好那第二個原因呢 是因為 你看 它下方回來之後 這個區域 是什麼地方 還記得嗎 這個區域就是之前阿 還沒有上漲之前的一個高點 這個是我們之前就拉的 我們之前就拉的喔 今天 它又回到這個區域裡面 有沒有發現 它又回到這個區域裡面 所以表示什麼 下檔 它是 還有支撐存在的 它是還有支撐存在的 如果它今天夠弱的話呢 會出現什麼事情 會出現跌破 反彈過不了 接著繼續往下殺 那既然它還留在這個區域裡面 表示什麼 多方還抱有一絲的期望 多方還抱一絲的期望 那今天下殺最主要原因是在於哪裡呢 就是雅谷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四個喔 上海中和 南韓日經跟橫生 你可以看到 開門之後 開始一路往下跌 一路往下跌 南韓其實今天阿 其他的市場在跌的時候 它還沒有跌 它還沒有跌 它是後面一起被拖下來了 一起被拖下來了 就看到這個四個市場 到我們收盤之後 還在創低喔 還在創低喔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這個支撐 有可能會被跌破 明天的時候 明天的時候 有可能會被跌破 那今天既然還沒有 就不要多做預期 就不要多做預期喔 我一直在強調市場給什麼訊息 我們做什麼樣的事情 市場給什麼訊息 我們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們依照我們的SOP 我們的SOP 我們的SOP 紀律來做操作 進場了 賺到我們該賺的 出場 後面沒有明確的訊號 我們就先停手 我們就先停手 好 那這個也是我們 一直維持的一個核心理念喔 就是每天的交易呢 我希望它能夠控制在 小賺 小賠 跟大賺之間 小賺小賠跟大賺之間喔 這樣子我們長期下來的績效 才會維持在一個正數 才會維持一個正數喔 好 那整體下來 今天的想法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喔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喔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喔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 整個日線的一個狀況喔 整個趨勢的一個狀況喔 整個趨勢的一個狀況喔 我們可以發現 原本它回撤之後做轉強 過前高 理論上它應該有很高的機率 來做一個什麼 多方延續喔 多方延續喔 可是你可以發現這兩天啊 其實盤中都在出現拉回 那當然 國際市場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喔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護國神山 台積電 台積電 你可以發現 它已經率先幹嘛 這條線是什麼線 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是我們的月線 這一條是我們的月線 我們的護國神山呢 它已經率先跌破月線 率先跌破月線 那上一次的跌破呢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看到隔天 有出現一個反彈 那我們看看明天 明天台積電 會不會守得住這個月線 會不會守得住這個月線喔 如果守不住的話呢 持續在月線以下做整理 那我們要持續再做一個指數 創高的動作 機率就會相對的偏低 機率就會相對的偏低喔 那當然這個是對於做波段交易的投資朋友 才有參考的價值喔 那對於我們做當充的呢 我們只需要留意每天盤面的變化喔 每天盤面的變化喔 即使它是一個上漲的趨勢裡面 中間還是會伴隨著有下跌拉回的行情喔 所以我們只需要去專注在我們看得懂的訊號 看得懂的行情裡面 去把它做好做滿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個才是我們交易啊 交易必須要有一個信念喔 必須要有一個信念喔 你不要去想說每一段也都做得到啦 你不要去想這件事情喔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喔 那當然有些投資朋友說 欸OK我可以 那我恭喜你 我恭喜你喔 可是你這樣子 對於一般的 可能剛踏入這個市場的 或者是經驗沒有那麼多的都是沒有的 你要去試圖的抓到每一段行情 我說的每一段是什麼 你看喔 欸上漲抓到了 這裡有沒有下跌 有喔 這裡有下跌啊 這裡下跌其實也不少 這裡下跌 你看這邊高點是多少 415 這邊的低點多少 355 又10點啊 60點啊 下跌也不少 做到了 又做到了 這一段上去又做到了 掉下來又做到 又做到 又做到 做到 啊 交易不用這麼累喔 交易不用這麼累喔 我們只要把 我們看得懂的 欸 往上 底點有手 往上做攻擊 回到昨天的收盤 我們把不無謂出場 這一段 把它抓滿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那當然後面有些投資朋友 你的做法如果看得懂說 欸 後面為什麼會下跌 那你有去做到後面這一段 這個也是屬於你該有的 也是屬於你該有的 好 那 基本上 今天的整體的狀況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 目前市場 既然有稍微往下拉回的疑慮 那你手上如果有部位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 你的停順點 如果已經來了 不要去凹單喔 不要去凹單喔 那假設還沒有來呢 你可以再看看喔 可以再看看喔 好 那明天呢 希望還是一樣 持續有行情的出現 持續有行情的出現喔 今天震盪幅度這麼大 明天 理論上應該會做一個多方的抵抗 理論上應該會做一個多方的抵抗喔 那 抵抗的 幅度大或小 這個我沒有辦法預期喔 我沒有辦法預期喔 我們只能 按照今天的結果 來研判一個明天最有可能的動作 好 那 最後還是一樣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喔 就是 前天啊 前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個東西喔 當中勝負的關鍵到底是什麼喔 你的動作 你要以置信 要以置信喔 每一個進出場的動作 你的理由 必須是 相同的 因為你的一套做法 他怎麼進場的 他理由一定是相同的 他怎麼出場 他理由也會是相同的 好 那 有一個固定的動作訓導之後呢 你就必須紀律的去執行 每一筆的交易喔 就必須 已經出現訊號了 喔 你就要去做動作 喔 訊號出現就要去做動作 喔 不要去猜喔 不要去覺得說啊 他可能怎麼樣喔 不用去想這種事情 那 最後一個 當衝 你必須保持彈性的心態 去 面對這個市場 喔 你要保持彈性的心態去面對這個市場喔 你必須很客觀的 喔 站在第三者的立場 去看看目前市場發生什麼事情 喔 市場發生什麼事情喔 那我們 就跟著市場的腳步去做動作 這樣就可以 喔 跟著市場的腳步去做動作就可以喔 好 那 如果你跟我們的操作 覺得我們操作 嗯 有達到你心理預期的一個目標 好 你覺得我們有固定的動作 轉到我們看得懂的行情區間 這個是你想要的 喔 我們的諮詢專線 0800-555-808 0800-555-808 OK 歡迎你一起來跟我們 在這個市場裡面做打拼 喔 希望我們有越來越多的人 跟我們一起踏入這個市場裡面 越來越多人跟我們一起踏入這個市場裡面喔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喔 我們 明天再見 欸 在結束之前 再宣導一次喔 記得去我們YouTube頻道 集計學員 那找到我們頻道之後呢 進去幫我們按追蹤訂閱 並且做一個分享 幫我們追蹤訂閱做一個分享喔 那希望我們的頻道能夠也讓越來越多人 能夠看得見喔 謝謝大家 掰掰